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退出登陆的一个圆码的一个解读 那这个呢我们只是做解读就不去再做演示了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做其他的一些配置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内部呢是调用了我们的一个add logout handler 这样的一个我们呢点进去圆码看一下 它这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add 我们的logout handler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断言 断言完了之后呢我们在logout handler里面呢添加了一个这个logout handler 对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是一个list对吧 它是一个集合 好那这个集合里面的对应的呢 是我们的一个logout handler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logout handler其实是一个接口 接口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logout 对应的一个退出对吧 退出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 里面的对应的非常的多对吧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 下面secreated context logout handler 点进来 点进来我们看一下里面呢有request response还有我们的一个authentication 首先呢也是断言 断言完了之后 它这边判断了一个invited http session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http session对象 对吧这是销毁我们的一个http 筛形对象下面呢是清除我们的一个认证的一个状态 对吧主要是这两个工作 然后呢我们回过来啊首先判断一下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呢我们就去拿到我们的一个筛形 然后判断筛形是不是不为空 不为空呢我们就去消除这个筛形对象 然后下面呢也是一样啊清除我们的一个认证的状态 直接呢拿到我们的一个secreated context 这是我们的secreated的一个上下文 拿到上下文呢直接把now设置成 它的一个authentication的一个认证对象 那直接设置成一个空了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操作 这边呢清除了http session对象 然后呢也清除了认证相关的一个状态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啊这边就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我们回过来到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啊 这个log future这边呢我们刚刚看的 它里面的一个范形log out handler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在这里面有什么 我们搜一下 add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个log out felt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退出登录的一个拦截器 对吧然后呢添加了一个context logout handler 上下文的一个log out handler我们点进来发现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secret context logout handler 啊我们先往下看啊这边呢也添加了我们的对应的一个post process啊 相应的一个log out的退出成功之后做的一些相应的一个操作对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啊退出登录的一个拦截器 而这个context logout handler我们点进来 然后是一个secret context logout handler点进去啊发现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logout handler对吧 它实现了这个logout handler然后呢也是一个清除或者说销毁我们的http 筛形对象清除认证状态对吧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呢这个就不用看了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一块 找一下 好在这里你看它这边呢拿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 get我们一个logout success handler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获取了一个退出成功之后的一个处理器 你看logout success handler了拿到的是这个logout success handler了 就这个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这个 它其实也是一个接口对吧 那我们找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实现类 它的具体的实现类呢是下面sample url logout success handler 我们点进来 好我们看一下它呢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这个对吧啊 继承了我们的负类的一个handle了 然后呢里面有request response authentication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其实就是啊判断一下我们的response是否提交 然后呢打印了一下对应的一个日志返回 然后呢这边就重定向了一下目标的一个url 也就是去重定向到目标的一个url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对吧 啊然后 我们再往上看啊这边都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logout configureconfigure啊然后在这边我们搜一下我们的一个logout success handle了这边找一下 搜索一下 看这边啊这边呢创建了一个默认的success handle了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sample url logout success handle了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它的一个实现类 对吧然后呢它这边创建了一下创建完了之后呢设置了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url 目标的一个url就是我们的一个logout success url 然后呢这边啊判断一下是不是为空 如果是为空的话呢就返回我们的一个url logout handle了 然后下面呢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 你看这边success handle了啊设置了一个默认的退出成功的一个handle了 url handle了然后呢返回 那这个呢可能呃看起来有点绕 其实说穿了它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 通过我们的一个logoutconfigure对吧 然后里面去进行我们的一个add logout handle了啊 进行相应的一些实现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第一个页面跳转 跳到通过我们的logout去跳过去 第二个呢去销毁我们的一个http筛型对象 第三个呢就是去清除我们的一个认证状态 你看它刚才我们点过去很多地方 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功能 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些配置的 比如说呃我们这边点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销毁http的一个筛型的对象 对吧还有我们的一个清除认证的一个状态 这个也是有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logout 呃success handle了啊退出成功之后的一个处理器 也有啊我们也可以去自定义我们的一个退出成功的一个处理器 只需要去实现我们的一个logout success handle了 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这个呢和我们之前讲的一个登录成功之后的一个处理器 或者说我们登录失败的一个处理器呢也是相应的类似的啊 但是我们一般实际工作中呢并不会去做这种多余的一些操作 啊基本上有这两个配置就够了 所以呢同学们啊对于退出登录的一个圆码呢啊 只需要大概了解一下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般的很少会去做相应的一些修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退出登录的一个圆码的一个解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解读